開放硬體 隨著Squatch的 應用越來越多 因為它 是自由軟體 所以很多東西 已經走向Open的部分 那他也內建一些感應器的支援 那目前 最熱門的就是所謂的S4A的計劃 你看起來就是Squatch的東西 不過他多了一個感應器 多了很多元件可以用 那變成說你很多 我們的 輸入設備不在於是鍵盤滑鼠 我們介紹過的 麥克風 Webcam 還有沒有其他的呢 有 還有很多可以輸入 那輸出呢 我們從來沒有探討過輸出 原來我們的東西 可以做什麼 跟積木結合 做 馬達輸出 做光源輸出 做電的輸出 都可以 這算是相當 讓小朋友 或者是 中學生甚至是大學生 樂此不疲的 往後 設計更強的可能就到機器人設計 那這邊 那這邊 有 個人在 指導小朋友做一些 創意花燈的一些作品 觀摩 小朋友從設計 搭配 搭配開放硬體 他們討論的很熱烈 到最後 完成一個 所謂的 花燈 展示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然後 可以自走 已經可以離開電腦 那在設計的當初 當然是使用 我們的 自由軟體新北市教育作業系統 來做 設計 設計完把程式寫入 開放硬體中 然後 完成相關的 一個動作 小朋友可以控制 花燈的明滅 速度快慢 頻率 然後 可以驅動馬達 讓車子 移動 那 設計的更棒一點 那 效果就會更好 就端看你 執行的 效率 跟 技術